团点实力最强的三名宝可梦博士 1.布拉塔诺博士 布拉塔诺博士是卡洛斯地区负责将宝可梦交给新手训练家的博士 除此之外,他还负责着超进化的研究 因为这个原因,他在XY的登场率还是非常高的 而主角团他们也分别在布拉塔诺研究所里得到了这里的预算家 后来又通过布拉塔诺博士的引荐 小智他们才有机会认识冠军卡洛乃 不过小智能得到布拉塔诺博士的好感 主要还是在最开始帮助博士的烈咬露莎解除发狂 并在之后火箭队的来袭中 让烈咬露莎完成了超进化 要知道这可是数一数二的转神 虽然布拉塔诺博士在动画中表现的实力一般 就算是火箭队也能轻易将他绑架 而在游戏里,他可是第一个能够对战的博士 只不过游戏里他用的不是烈咬露莎 也不是卡罗斯玉三家 而是关都玉三家 不得不说曾火龙代代都是轻爹级的待遇 二,酷酷伊博士 在卡罗斯篇结束后 小智就来到了地处遥远的阿罗拉 而最开始阿罗拉是个连宝可梦联盟都没有的地区 而这里负责教学和研究宝可梦招式的酷酷伊博士 则是从小都梦想着能够让阿罗拉地区举办联盟大赛 于是他前往关都挑战了各大道馆 直到遇见飞行西大士阿渡这才被打败 所以小智挑战阿渡替师复仇 也完全是合情合理 而且酷酷伊博士除了是博士和学校老师外 还是皇家巨蛋 拿下了二十连胜的皇家磨面人 实力几乎可以说是阿罗拉本土最强 当小智成功拿下了阿罗拉冠军后 酷酷伊博士就和小智进行了一场全面对抗的表演赛 庆祝阿罗拉联盟正式启航 和游戏不同的是 动画里阿罗拉并没有四天王 所以小智首次夺冠就成为了这里的联盟冠军 排面还是非常高的 而在这场比赛 我们也才知道 酷酷伊博士除了王牌之焰咆哮虎外 还有路卡利欧和帝王拿拨 这些神奥地区的宝可梦 虽然不知道酷酷伊博士最后一支是什么精灵 但卡普明明能够主动登场 并听从他的指挥 也足够证明酷酷伊博士在阿罗拉的地位了 如果说谁是深藏不露的博士 那我觉得应该会是大木雪城 作为目前宝可梦里最权威 也是存在感最高的博士 大木雪城不但主张了宝可梦属性上的分类 还是图鉴的制作人之一 在成为玉红大学的博士之前 年轻的大木雪城曾遭遇了石拉比穿越事件 并意外撞进了刚出来旅行不久的小智 在共同打败火箭队高级干部后 他们也决下了跨越时间的友谊 虽然大木雪城拿下博士学位后的经历 动画里没有详细叙述 但是通过游戏橘子的对话和漫画设定来看 大木雪城年轻时的实力远超橘子 而能超过四天王的也就只有联盟冠军 所以在动画特别片中 大木雪城能拥有一只快龙也不怎么稀奇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内容了 咱们下期见